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彪玩乐频道 在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 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看完影片还想看完美商的话 记得follow我的IG 其实小弟的频道每一天都收到很多不同的留言和私信 当中有很多都是问一些关于彪的问题 我有时间的话都会尽量回答 不过真的太多了 如果有时我看漏眼没回答 就请大家多多饱涵 除了问问题之外 也有很多朋友会提一些宝贵的意见给我的 其中一个意见就是 可不可以不要常常拍这么贵的标 拍一些平民小小的标行不行 其实我都承认我是拍贵标比较多 因为说真的 越贵的标就有越多的细节和历史可以分享 我自己虽然很多都买不起 但都可以通过拍片来和大家一起追一下标 摸一下标都开心 不过我其实有时都会选一些 我觉得值得推荐的CP值很高的标来拍给大家看 好像上两个星期我拍的那支霉花的C Scroper 600 就是我特意主动问霉花标香港代理借来拍的 看见大家反应都很热烈 热烈到买到断货 连我自己想买一只都买不到 很多人问我了 哪里有得买啊 我都说没办法了 我自己都买不到 其实霉花标又不是只有潜水宽可以买的 今天就和大家开箱一只斯文少少的霉花标款 事不宜迟 去片 和上一次的C Scroper 600一样 都是有一个非常有诚意很漂亮的一个木盒 上面还是印着LINE 1919 是一个专属的盒 我们打开这个木盒 打开之后 都看到里面是有印着Tetony 和LINE 1919的Logo 我们先拿一只标出来 它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主角 Tetony梅花标的LINE 1919的黑色面的正装标 我想有看过我梅花C Scroper 600的那条影片的朋友 应该都有一个感觉 就是 哇!很划算买啊 多个说哇!很帥仔啊 那样 那当然不是说它的样子就不错了 其实C Scroper 600的样子 其实都不差的 但是就绝对不是好像近年Grace Eco走的那种外形的经验路线 而是一种着重实用和性价比的路线 其实说真的 现在的标就真的越来越贵了 努力士、Omega那些就不要说了 好像以前的国民高级标的Grace Eco 都在三年前独立了之后 就转涵了这个高级路线 都不说了 征供那些新款又越出越贵 以前就说穷到洞玩征供了 现在就变到玩征供到穷到洞了 只剩下如果要买Affordable的标 就只剩下G-Shock 或者一堆连品牌名字 我都没什么听过的 用普通通用机芯的那些牌子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追求高级品牌 纯粹是想要一只价钱合理精进内用 而且有自制机芯的手标的话 我觉得Tetony梅花标就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提到梅花标 很多人都会想起梅花麦这个词 第一时间就会说 我阿爷或者我老爸 都是当年带梅花麦的 所以印象中 就会有梅花标 就有一些很有老气的感觉 的而且说 梅花标就在40-50年代 已经进入了这个亚洲市场 他算是香港人第一个认识的手标品牌 比努力士和Omega更早 其实有一些小历史的知识 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梅花标是1919年瑞士创立的初期 就不是叫做Tetony梅花标 那时候就叫做Felka 不过之后为了板权的问题 要改名做Tetony 而为了要进入大中华市场 就更容易被市场接受 就把Logo转成梅花Logo 在40-50年代 当时的中国和香港的环境 就普遍是比较窮 所以梅花标的款式 都是以价格低廉精准内用为主 就不会像现在很多标的用途 都是以突显外观和个人身份地位为主 在2019年 就是梅花标品牌创立的100周年 除了刚刚在2021年推出 卖到断货的Syscuper 68之外 其实它之前都推出了一系列 搭载自家制的机身 符合现代年轻人审美标准的手标 其中一只就是我手上的LINE1919 首先说一下这只标的基本规格 它的直径就是40mm 厚度就是10.3mm 防水有50米 标2的阔度就是20mm 它就有一个雙面防反光度膜的 蓝宝石水晶镜面 标壳就是用不瘦钢制造 以光面打磨为主 就设合正装标的外形 我手上这一款就是一条鱷鱼皮带 去配接叠扣的款式 外形就采用了这个鲜薄标圈的设计 而标盘的布局就是一个大三针加日期的设计 它整体的设计就非常简约 index 和时分针都是采用亮面抛光的打磨 而6点钟位置 这里有一个LINE1919的字样 当中的LINE1919是红色的字体 highlight了红色 突显慶祝品牌成立100周年 还有12点钟位置 就是一个立体的梅花 logo 而日期窗在3点钟位置 黑色的这个面盘 就有一个太阳放射纹的质感 令到这个标盘呈现一种立体的层次感 最适合就是在这个强光底下欣赏的 都给大家看看 是可以看到一些太阳纹的一些质感 反转到标底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透底设计 这个设计终于弥补到C Scrooper 600 看不完整个机身的遗陷了 C Scrooper 600 因为要顾及600米的防水关系 只可以看到一半的机身 而这个LINE1919的透底 终于可以看到整个机身 它和C Scrooper 同样 都是搭载了梅花表用了六年时间 而发出来的自家製 T10的自动上链机身 采用28800的震频 有长达72小时的动力储备 而这个机身的布局其实也是挺好看的 有一个度18K金的自动铁 因为做了流空的设计 所以都可以不太阻碍到我们去欣赏这个机身 而这个机身最难得的地方 就是虽然它有一个长动力 但整体厚度只有4.1mm 令到这支标的厚度大大减少 而透过这个透底 我才看到原来它是有用 类似德国机身的四分三甲板设计 还有一个滚珠组成 是用陶瓷滚珠去制造 大大增加了内容性 而且摆轮也有加装了KEEF的避震装置 令到它整体的走势更加精准 虽然不是一个高级定位的手标 但是这个机身的打磨放大来看 都可以做得到中规中矩的水平 以这个价位的机身来说 这个配置都应该算是没什么对手 我现在就示范一下如何操作这支手标 首先因为它没有防水功能 所以这个霸的就这样向上转 就是上链 上链的时候 因为它是透底的机身 所以你可以一路上链 一路看着那些齿轮 是因为上链这样去转 大家看看 我很喜欢看到这一种机械的移动 所以大家上链的时候 如果有行程日志 也可以看看透底的 因为上链而转动的齿轮 喜欢玩机械表的朋友 一定会喜欢看这些东西 好 如果我们要调整日期的话 就把霸的拉开一格 我们就可以调整日期 如果要调整日期的话 就把霸的再拉多一格 大家看到那支秒针就停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调整日期 再调整日期 好 调整日期之后 就把霸的拉开 按完位 就会继续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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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带上手给大家看看 其实40mm 带在我154mm的手上 是真的刚好 不过作为一个正装标 如果可以再细多1-2mm就更加好 但对于大部份的人来说 这支标应该都会很弯大 我尤其是喜欢它做得很薄 以正常标来说 这个薄度也做得很不错 作为一个入门级标来说 我真的觉得这支LINE1919 真的值得很值得 完全是做得到梅花末的路线 外表虽然说真的高贵 说不上是高贵 但盛载的样子看上去简约大方 标面的太阳纹在光线下 其实都挺看得下 而在机身方面 它72小时的动力储备 对于用家来说 是真是最有实际用途 因为大家上班 星期五下班之后 放下标 星期天都不会戴这些标 在星期一上班时 再拿起标 标也不会停 普通的大约38小时 左右的通用机身 就做不到这一点 这支LINE1919 除了手上的黑面 还有白面和蓝面 可以配上皮带或者钢带 可以选择 钢带版的定价 就是港币14200元 而皮带版就是13900元 在这一支品牌 都疯狂逆市拼命加价的年代 如果纯粹想买一支 价格合理的日用标 来操用的话 又不想买普普通通的通用机身 想享受高级机身的功能 除了买到断货的C Scroper68之外 其实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 正装款的LINE1919 在这里也要多谢梅花标 香港代理 借出这一支黑面的LINE1919皮带款 给我拍片给大家看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多些 这支标的资讯的话 就可以按下方资讯栏的 梅花标的官方网站 去了解多一些详情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开心分享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赞、share我的影片 还有记得按钟仔订阅我的频道 这一出新片就可以第一时间通知到大家 还有如果看完影片 还想看完漂亮的照片 记得follow我的IG MingWatch Channel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继续分享最大的动力 下次再见 拜拜